哎呀呀喔 愛的寶寶 哎 I MSCI甩轎 哎 BDI航運標 哎 AI概念股調期 哦 哎呀呀喔 愛的寶寶 不要再愛了 體力又嚇壞了 我告訴你 進空應退 獨家數據告訴你 3月千點行情將啟動 真的嗎 還有 現在流行高值率的價差股 BDI航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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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者者者郭總 嘿 來看一下 噗嚕噗噗噗噗噗 巴咪巴咪巴 進空應退 你在演什麼 我在演小部履歪裡面的音符 這是誰啊 我真的不知道 聽說我有分心知道 有 等一下來問他 好不好 進空應退 獨家數據告訴你 3月的千點行情將啟動 5月的千點行情將啟動 I甩轿 真的甩轿 今天台积电甩好有大力喔 BDR 航运标 另外一个I是什么 AI概念股掉漆 像这还会掉漆吗 重点是现在流行高质率的价差股 什么做价差股 我们请教三位帅哥分析师 没关系您过来一点点 来来 以后要叫你什么 音 今天这一集叫我音抠 音符变音抠 对 听起来 我为什么觉得听起来我很不舒服 不会 其实像我擅长英文的道士 你可以叫我 文大 文大 好 臭臭的 差一点 差一点 就是那个鞋子位 还好你有阻止我 好 不然我们这一集要全部要被剪掉 臭臭的 那个文大有先后 素页有专攻 果然是老吃啦 好臭好臭 那今天那么多的爱 我们就来吃爱玉冰 对对对要吃东西爱玉冰 爱玉冰啦 爱玉冰 爱呀 爱呀 好酸喔 柠檬爱玉冰 因为这么多爱嘛对不对 对啊 爱不玩 你觉得你算是很有爱心的人吗 嗯 对 是喔 你觉得喔 我有一次是负责在布施的 布施的 布施吗 你不要讲话很眉头眉尾 所以你觉得你穿上什么社团 然后在布施的是不是 对对对 给那些老人 或给那些独居老人 美米吃的啊 街野我吃东西是不是 对对 嗯 嗯 发米嘛 就都发咪 雷都发咪嘛 发咪 发咪雷都 发咪雷都 人笑话不讲的啦 我们看三位分音师 Eason笑得很开心 第一位 詹姨诚分音师你好 来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Coco好像完成梦想了 非常开心 跟之前不太一样喔 他小时候不穿梦想这个耶 对我最想要穿这个了 完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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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开心就好 来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我最爱 对啊 柠檬加阿宇都是我喜欢的 你喜欢吃酸的喔 对啊 女生还比较喜欢吃酸的喔 男生喜欢吃酸的 比较少一点点喔 我不知道 不是 应该跟男生女生没有关系啊 可是问题 你真的喜欢吃酸的东西喔 对 酸的 苦的 辣的 都喜欢吃 酸的 哎呀 真的想到苦茶 没有 酸的苦辣的 所以甜的你仿还好 苦瓜的苦啊 不是苦茶的苦 所以 真的你喜欢吃苦的喔 对 你也喜欢吃辣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喜欢吃的 但是他那么久不喜欢他 他喜欢吃这些东西耶 对 这东西我都不太喜欢 反而过甜的我不行 不喜欢喔 我吃太甜我会直接头晕 真的喔 Coco不能那么甜 那我今天应该头晕了 那你这样的Coco你应该不喜欢的 太甜的太甜的 好不好 来 第二位 等一下在第二位之前 Eason老师的line 来看一下好不好 想要说M168168 想要加入的加入好不好 这个之前在北大 读硕士好不好 那个也是外资操盘手 北京大学 帅哥中的帅哥 是 欢迎中坤生 中坤生粉丝师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那我今天Coco今天扮演这个角色 在场真的只有我认识而已 帮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小魔女Doremi 我从小看到大 哇 这是真的喔 她的 这个音符 音符的朋友是Doremi 小桃子 对吧 没错 完全正确 还有说Coco扮演这个角色 她的 她的身份是魔女 魔女的角色不能外流 外流会变魔女青蛙 魔女青蛙 不能被发现 魔女青蛙 不可能会变青蛙 抱歉这个是 要25岁以下才会懂 超过来就不懂 我觉得你今天髮型 比较像那个我小时候看的漫画 原子小金刚啊 好不好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有点点像好不好 我刚才知道原子小金刚长什么样 好不好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看到这个角色的话 好不好 昆臣老师也真的很帅 你看讲一讲他脸红 艾瑜喜欢吃吗 还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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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间我觉得那个 东区粉圆嘛 对不对 东区亚兵粉圆 粉圆比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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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蛮喜欢吃粉圆的 嗯 真奶我一定要大坡吧 我才喝是真的 是真的 大家不要过度联想好不好 陈彦老师不要过度联想 中坤老师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个小鼠 W1 178 178 178 也是之前在法人 也是在券商 自营部马对不对 那超盘手 也是很 很好的学经历 来 这是昆臣老师的line 来第三位 欢迎谢陈彦教授 是 你好 刚才昆臣讲的 这个什么25岁 是 可是我昨天在成人动漫上面 我有看到 真的吗 就同样的装扮 真的 所以我来我有点兴奋 对啊 等一下这种服装那么保守 怎么成人可以看到 这个 你就不知道 我再把那一集传给你 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服装 它背后带来多大的一个效益 商机 对 商机 其实爱玉很棒 因为你看可以用吸的 这个声音 为什么我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很不舒服 下次那个比善爱少你啊 我们昨天有那个 就是 不是 是那个舔那个什么 Oreal 饼干 然后把Oreal舔掉 饼干不能破 哎呀 这个有什么啊 郁凯的嘴巴动得比你可勤的 你这个算普通的 你这个叫普通级 他限制级的 他马上PK 下次准备Oreal给老师 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个爱玉这个啊 可以降火 因为最近我相信大家行情喔 有点浮躁 帮大家稍微 平稳一下这个情绪 降一下火 我觉得你降一下 降一下火器也好啦 好不好 跟老师讲好不好 我们吃个东西可以的六分钟 赶快看一下个单元啦 好的 先看一下 228年假 搞下竞赛大喷发 非常好笑 27的时候 我们就是上这一集 228的时候上精华影片 是的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绝对好笑 我们刚才录的录得 录得有够好笑的好不好 不好笑退费 好喂吃喔 吃到很饱 好不好 吃完大很饱才能抢答 是 比上次更恐怖 那讲太多了啦 让大家自己去看影片 吃完大很饱才能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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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抢答 太狠了吧 对 好不好 很期待很期待 好 期待期待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来来 来看一下 好下一个单元 财经大头条 有请Eason老师 Eason老师你好 所以我现在都不来比赛了 不来比赛了 听说这个赛字变了 变得很可怕 越变越恐怖啊 干脆不来啦 你也是常胜君啊 下次还是要来一下啦 现在赛字已经变了 对 再看啊再看 再看啊来 净空率已经退了 对净空率啊 独家数据来告诉你 三月份 刚刚哲哲讲了 三月千点 有没有机会 我们用数据来看 然后呢 电子最近来讲的话 高值率啊 最近在法说会上面 或者说 在这个股东会上面 有公告说他 未来你要配发股息 没想到电子股 也有高值率 加差股 教大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好 净空令 台股是不是稳了啊 是不是稳了 对 净空令来讲的话 金管会在这个2月23日宣布了 近期来讲的话 国内外的股市啊 相继回稳之下 今天开始 也就是2月23日开始啊 解除四大措施 是 之前来讲要救市 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 哎 怎么样 救市 我们先看一张图好了 为什么要救市呢 多次的 哎怎么样 出动限空令 一开始是限空令 哇塞 一直限空限空 去年 哎 老师我去问你啊 他之前 限制那么多次啊 您继续讲 是不是看好后市啊 你看 9月30号去年来讲话 跌到13400多点 好第一次限空令 但是继续跌 再跌到13000 然后呢 第二次限空令 再跌到 对 12000多点 12800多点 这边来讲话 第三次就实施出来了一个净空令 当日收盘价跌幅3.5%以上 隔天不准放空 不准放空 不准放空 所以连续三次嘛 哎这嘛限空令啊到净空令 尽管会来讲话 去年是大力救市 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 好但是现在哎 哎 全全球的股市啊相继开始到 回稳了 回稳了 对回稳了 现在来讲回复了 回去来讲 对了 借券卖出的这个量啊 微 微托量啊 从10%变30% 调回来了 对调回来到30%了 过去你要绒券放空啊 哎 要什么 要120% 在净空令的时候 空100万要准备120万 对 这样子要准备90万就好 对回到90万了 其实以前就是90万 哎就回到了 那也取消了 刚刚讲的净空令的部分 就是说禁止放空嘛 现在就没有 这个条件了 就是就算跌停板 隔天还是可以放空 对就算跌3.5%以上 隔天还是可以放空 对 而且取消这个放宽信用品 交易担保品的范围 对 就是说哇 你可以尽量尽量的这个做空 对 实在这个有逻辑上所在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金管会要净空力 就是不准放空 现在不准放空 一定是他觉得行情很委屈嘛 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他觉得行情委屈 上去的时候 他还敢 说取消 取消净空力 你可以放空 是代表他看好后事啊 对 稳定下来了 对 行情好了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他在这个进空令实施之后啊 这一波来讲 第一波先涨了2500多点 哇真的耶 涨幅快20%啊 所以基本上已经稳下来了 而且今年 台湾股市涨最多啊 对 今年再涨1700多点 亚洲股市最多的啊 对 今年来讲再涨1700多点 亚洲来讲的话 加价值数涨了超过10% 第二名还不到10% 韩国股市9%多 真厉害 对 所以真的反弹了 可是重点是他敢这个时间取消 是代表他之后看好后事啊 是我们看一下 对我觉得是之后看 代表看好后事 为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净空令解除之后 这几次来讲话 上涨几率竟然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好了 因为就 金管会已经研究过了嘛 景气回来了嘛 对 已经研究过了 那我们用实证数据啊 过去几次来讲话 金空令解除之后怎么走 2008年进入海啸的时候 9月 什么完全解禁啊 2013年 9月 是隔五年才完全解禁啊 对完全解禁 这次很快耶 对 完全解禁之后 我们来看后面嘛 解禁之后啊 后面怎么涨 台股来讲话涨了 后一个月的表现啊 涨了1.2% 但是啊主要看后一年嘛 不多 后一年 涨了792点 对 快千点了 没有错 2015年 2015年 9月21号正式解禁 解禁之后也是涨 后一个月也是涨 后一年涨超过10% 对11% 然后呢新冠疫情 6月9号解禁 算是最短的一次啦 下去就上来了 好解禁后一个月涨幅10% 后一年涨幅45% 涨5000多点啦 5000多点 所以老师平均一年后 一个月后涨不到 560点 5.2% 对500多点 好现在500多点 那差不多就差不多快700多点了 对 后一年以后 哇涨22% 对 平均来讲的话 2347点 所以老师你真的有所本耶 3月行情有没有可能开始发动 千点行情 原来是靠这个禁空令完全解除 对 对 你看看现在现在弹起来 大家觉得景气还很差 你看这个 货柜的报价 你看今天最新SCFY的报价 还在下跌 对 是不是 那虽然BDI BCI指数有涨上去 可是那是跌很深的反弹 对 那现在就连那个 其实 又搭 都还在亏钱 硬要发股力 可是 金管会已经觉得 感觉不会跌下去 对 所以刚刚很多产业 其实你感觉他还在这个股底 但是股价都先行起来了 电子股也起来了 美股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华人现在都什么 都喊空嘛 结果也跌不下去啊 越涨越高 所以台股来讲的话 更加强势 在雅股当中是最强的 所以后面一个月 也就是下个月了 会不会涨 我认为是有机会 后一年的机会 更大 机会更大 因为之前有人在讨论啦 我想问昆森老师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在讨论 台湾股市是不是超涨了 就像我们刚才上站的表一样 亚洲股市 台湾股市是No.1 有没有看到 这个第一名啊 结果超涨的话 是不是要吐回去 结果不是 金管会反其道而行 告诉大家 没有 我看好后市 消除 取消净空力 昆森老师 你认同这个看法吗 还有我们这个老师的独家报告 福利社的独家报告 上涨几率100% 取消净空力以后 还会涨 甚至涨1000点啊 其实说 我是蛮认同 因为说刚才哲哲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金管会他们里面一定也会有研究员 那所谓的操盘手 那既然有研究员跟操盘手 他们一定也会评估说整体的事况 那其实很多人会说 台股是不是在近期有点超涨 强过于其他的地区的国家股市 那其实跟整个AI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说 像是聊天机器人 AI是近期最热门的嘛 但是因为说 以台湾 因为整个聊天机器人 它其实里面最核心的技术 还是在于所谓的先进制程跟小晶片 那先进制程还有小晶片 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 所以刚刚好 就是说这一波AI潮 台湾相关的厂商算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长势比较强算是非常的合理 好长势比较强是非常合理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因为台股来讲的话是世界的心脏 芯片的心 那人工智慧啊 高速硬算都需要芯片 好 就是所谓的晶片 好啊陈琳老师他有问题想问你 还是想表达什么 你说 其实我补充一下 刚才这位仁兄 他长得非常好 嗯 为什么叫仁兄 因为我们也是死对头 其实我不想直呼 这个 你们现在都已经从比赛退役了 好不好 退役了退役了 都多久了 很久没有跟他比了 但是其实他讲 他讲这个净空令这个 我坦白讲 我们最近通告很满了不好意思 坦白讲我还是蛮认同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净空令之后啊 整个市场的量会 会大量的回温 为什么 包括你原本做避险的不见了 做价差的不见了 做套利的也不见了 有了净空令 解除以后这些会回来 我懂了有量 有量 像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财经节目 还有分析师 他有陈燕老师 他有点阅率嘛 还有一个就是 以前我们都要嘎空 他会成教练 自从现空令以后 没有人可以嘎 哎呀多无聊啊 对不对 游戏本来就是要对手嘛 对 我懂我懂 嘎空的如果 一堆人进来放空 我们来再把他嘎一下 独孤求败感觉 独孤求败感觉很空虚啊 很寂寞 很寂寞 好不好 谢谢你啊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好所以大盘今天跌了100 111点 台积电 主要是最后一盘 是 最后一盘大约就贡献了大约90多点 是 所以原本台股是跌了20 简单最后一盘往下跳 我们看一下江坡图 看一下江坡图 对往下跳 最后一盘贡献480亿 如果没记错 对480亿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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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盘 480亿 所以这个是MSCI 来做结算 那所以结算是往下跳的 但是我认为这都是短期的因素 下礼拜廉价回来 台股只有三天 但是我还是有 还是有什么 把它慢慢涨回来的一个空间 把这个什么 90点补齐 补齐齐 因为尾盘台积电就跌了9元 对 往下拉9块 大概让大盘然后跌了 大概75点 对对对 所以老师你觉得 台积电害的 对是台积电害的 那会不会台积电礼拜三先展再说 开完旁边后 有机会 有机会 就过完年后 不是过完说什么 过完228年假 最近太多假期了 对不起 刚好是我生日 对对对对 祝他生日快乐 所以你要很多年才能过一次 那是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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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我们这边有229的 他今天有来吗 29 我在外面开玩笑说 他只有10岁而已 听很开心 废话4年过一次 所以他40了 你不要讲我事实了 也会如此 好不好 好啦开玩笑 九亿赛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对 所以目前来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 贵买还是很强势 对 你看贵买跟大盘啊 其实你看他今天同步创波乱新高 但是贵买 在昨天就先创了 在之前也先创了 大盘拉回的时候 贵买也先行走高了 所以贵买代表内支的这个信心 对于三月来讲话 都是 多方看待 那现在外资也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法人也回来的话 其实三月份是第一季的季底 第一季 第一季的季底三月份 有没有做上行情 我认为也是可以 这个这个偏多期待 好 偏多期待了好不好 对话说如此 先祝老师生日快乐啦 谢谢 先祝大家 先祝你生日快乐 祝老师的股票 大发大发 好不好 就让你IDI 一起发一起发 好老师啊这个怎么看 这个又红K了 哎 老师你当初不是在讲吗 黑K就会 嘿嘿嘿 马上就红K了 所以今天也蛮重要 虽然跌100多点 还是涨24点 对而且台股 还算是本周这个 算最强的股市啊 而且今天算新高 对 很特别耶 虽然我看得好像大 从高拉到低 跌200点 可是今天算新高 那再有什么含义 近期美股也没有到说 创这个波乱新高 台股反而先创 嗯 而且就是不畏惧所谓的 这个什么 这个恶武战争啊 这个 这个普丁挑衅啊 四合五啊 对啊 那反正就是刚刚 对 所以目前来讲话 其实加权来讲话 都是格外透强的 都还维持在年限之上 维持在年限之上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 顺便看一下 来 外资卖81了是算卖得多吗 这被动调整 这当中一定有被动调整 否则外资 在这个台积电上面啊 不会说哎 这个什么 把它往下卖嘛 所以这是被动调整 是你的被动调整 根据MSEI 根据MSEI的一个指数嘛 参考嘛 没有错 因为它叫盘后要生效 对今天比较不准 今天就不准 所以不要理他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期货呢 还是维持很多 因为来讲话 这个礼拜三啊 一度是来到28个月的新高 是 两年多嘛 是 来到快2万口 是 比这个29号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 还更多 所以外资对于2月份 应该说3月份的行情啊 都还是不错的 维持在15000口之上 是 所以外资 期货通常都会先布多单 是 然后呢台股先货开始拉 所以这单多单后 诶 这天台股就下跌了 结果后面 连续两天就拉上来 创了多单新高 就是那期货多单好像2728个月的新高嘛 对 28个 快要接近 快要接近这个2万口嘛 之前没有那么多嘛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才重点啦 对今天的重点 哇 诶老师 殖利率 以前说殖利率股票被人家笑死了 对 但是电子股啊 去年因为跌升了 但是去年来讲的话 诶盈利来讲没有摔负 诶没有摔退太多了 所以还是可以配出来不错的股力 是 那就造就说现在股价偏低 但是股力还是维持强劲 殖利率就偏高了哦 是 对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几档 联电啊 欣欣 翼龙 维隐万润 哇 这个股价都平均都有5%以上啊 是这个 好像殖利率动辄超过4%5%很正常 然后比美国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还高嘛 对那边只有3.95 你看这个都4%起跳 哇 那还是买台湾股市比较好啊 而且动不动这些 而听说现在这些殖利率那么高的股票 就是因为这些殖利率那么高 所以台湾股市还跌不下去 是不是 对有抗跌性 所以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啊 也在说 引入更多的这个外资来做投资 因为台股的殖利率还是很好的 好 老师那这几档股票 高殖利率电子股好吸金啊 那怎么赚这些价差 或者赚这些殖利率 怎么赚这些股利啊 老师 等一下 那个call incall是不是 incall就是我 这种听说这种还会发亮 你的这个是会发亮吗 这个不会 不会亮喔 那熏掉了 好 老师我刚才看到维影殖利率这么的好 然后我想要偷偷帮我朋友问一下 他在过年前 把维影给卖掉了 但是他现在就开始犹豫 哇 殖利率这么好 他要不要再买回来呢 我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 那个是你朋友还是你 有人问是不是 好 第二件事情 你朋友在旁边是不是 我朋友在旁边 第二件事情我发现 好像是制作人喔 我发现欸 不知道谁有没有看到 他额头一亮出来 变年轻了 对啊 你适合高额头好不好 哦 那是吊法 吊法 吊法 那么年纪就吊 那是兔头吧 好啦 扯远啦 怎么办 围影老师 围影 围影也不错欸 他配50块 我不知道他565% 发鼓力50块 好多喔 对他去年大赚 然后发出来50块 執运来讲的话也有5.2% 而且最近围影是很强的 是往上涨的 都还有5.2% 老师 刚刚我准备围影的资料 对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围影来讲吧 6669你看 昨天涨零板 今天一度再往上冲啊 又碰到998块了 所以只差这个千元 回到千元啊 就差两块钱了 所以6669来讲的话 因为最近来讲的话 AI啊 高速运算 都需要很多的 大量的云端空间嘛 云端 那就需要伺服器 伺服器就是围影 他所擅长的地方 所以他是伺服器大厂 所以他在法说会上面啊 调高了资本支出到50亿 这个是很多的 因为去年来讲的话 只有15亿耶 那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市况不好 很多产业不好 但是伺服器却还可以再怎么 违影的这个资本支出 再调增到50亿 是去年的三倍 对于今年来讲的话 成长性都还是很可观的 所以伺服器出货 还是很稳定喔 可以年增5%到10% 所以伺服器来讲的话 我认为也是今年啊 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管在发展 很多新的科技啊 还是需要伺服器嘛 你要云端运算啊 然后呢 相关的一些资源 是那我想插个话 你说云端去运算 难道这些 像CHATGBT 有没有可能他越 越蓬勃发展 也更需要这些伺服器啊 一定是需要的 因为现在 所以这个有机会再散调了喔 这个值到 5到10% 对5到10% 所以现在来讲话 对就我个人经验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运算嘛 代表说他的这个资料处理速度 或者他的伺服器 可能还是不够的 那包含我们过去跟大家分享 说脸书啊 就算他的财测不好 但是他还是要大力增加 他所谓的伺服器的资本支出 所以伺服器出货是看好的 伺服器出货是看好的 对你们看到外资啊 昨天掌停板是谁在买 外资就大买了 也是进行的性高 也是性华嘛 对 所以这个外资也在大买 外资大买 所以在这个 目前的这个位阶之下 其实围影都还是相对偏低啦 因为他去年来讲话 跌幅是比较重的 所以你说了过年前把围影卖掉啊 那对人很可惜嘛 可能卖在什么 这个不到800块 只看到鬼影而已啊 对不到800块 看到鬼影 对 看到鬼影 看到鬼影 那个朋友感觉很难过啦 他难过老师怎么办 你那朋友的画圈圈 好 所以我认为 那朋友画圈圈 拉回是有机会 那谁都知道画圈圈的是谁嘛 对 我认为拉回是有机会的 那个朋友的话我建议他 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赚钱比较实在啦 对 然后我们教大家要赚价差嘛 对 赚价差其实这一档来讲的话 绝对是看季线 他现在年线已经冲上去了 季线会慢慢的往上走 拉回到季线的时候 适合买进来赚价差 我突然想到 你朋友买是买一张还是 那还蛮有钱的呢 当然是零股啦 老师不要讲那么明白啦 对啊 他的零股是说两三三啦 零零股 好不好 好啦 没关系啦 所以他朋友都很钱 他认识的朋友非富即贵 好不好 负是负债的负 贵是贵下来的贵 没有来开玩笑的啦 好我们看另外一个 非富即贵是非富即贵 有机会 来来 好看下一条 一龙24581 所以还是有时候认真工作 啊股票问老师在做 对不对 是的 一龙怎么办 好一龙来讲的话 一龙去年很烂 对去年记不记得 那个头条啊 他宣布说他要解约嘛 对 长约他要违约 宁愿赔这个违约金 是 所以他去年的第一世纪EPS 其实并不好 法售会公布出来了 只有0.17块 是11年以来的新低 但是他全年来讲话还是赚 获利还是不错 还有7.56 所以他还是可以发出来 6元的现金股利 所以刚换算下来 诶 值率还是5%以上的 那客户来讲的话 大家在法师会上讲 诶客户在下半年啊 品牌商都开始有慢慢拉火了 上半年的营收啊 就渴望逐步激增 所以比如比很多产业 比如说要看到下半年的啊 要先上半年要先调整库存啊 如果一龙来讲话 驱动IC相关的 诶上半年营收 就可以慢慢回来的话 股价其实这一波啊 我认为涨的也是有基本盘的 所以股价来讲话 去年因为面板 驱动IC并不好 但是啊跌也跌过了 我认为这边 回到季线以上 而且什么 呈现这种 诶 涨一波拉回一波 涨一波拉回一波的 就会有 给投资人啊 赚价差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来讲话 就是等连黑出现的时候 或者说 拉回到季线附近的时候 来做买超 然后呢上面等到连红 季线 关于率过大的时候 就停地下车 就可以赚到价差 老师之前啊 我可以放个量吗 我印象中他之前好像 MFCI是被踢除了是不是 好像被踢除了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K线图 他被踢除以后 好像反而是一个大利多 老师我记得这个时候 我就是利空不跌 因为记得那时候他是列入 那个台湾50指数嘛 台湾50指数里面 可是他被踢除了 诶这边爆量 诶也没什么跌诶 对去年9月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11月 就是那个违约金 诶出来 在头条的时候 诶结果呢 开D走高 对更大量 对更大量 就违约金 你宁愿付违约金也不要交货 你不要交给我 对啊 我不要那么多 库存堆积无散 对 长约直接这个毁掉 那时候我就犯着嘛 连他连他连饭都不要 对 就是付钱就好 我宁愿付钱 进来这些晶片 我都不需要了 对 这些制成品我都不需要了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应该说违约我也不要 这些上游的一些材料 好不好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 独家的关键点喔 所以进口令退 退 退退退退退 音符嘛是不是 音符 好 再练一下这个奏令吧 怎么练 噗鲁噗鲁噗鲁 发咪发咪发 我们要发发 其实我本来不觉得 我跟你年纪有差别 可是你现在有吗 是啊是是热门我最贴 这个3529力旺 好那本周来讲话创意啊 哇还是在创个天价了 但是来讲话 我们要去看一些落后补涨 因为创意来讲话 其实目前来讲话 都是有一些嘎空的行情成分啊 所以 涨多了我们就不用再去追了 我们来看一下3529力旺 反而有这种落后补涨的意味喔 所以股价来讲话 还没有创这个新高 但是创了一个波乱新高 先从这个所谓的月线啊 打到之后支撑慢慢往上走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讨论的 这个不管人工智慧啦 或者高速运算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在IPC财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力道 所以上午29力旺来讲话 我认为也是有机会 慢慢再往上走的一个 非常强势的一个IPC财的个股 这个力旺啊对不对 老师这个IPC财 你觉得这一波到底还不在涨啊 我也是想问的 因为很多人想知道 我觉得AI这个高速运算 绝对是今年主流 你是今年主流 跟之前红的元宇宙比勒 会更久吗 元宇宙 耐力更持久吗 一定会更持久 因为现在使用人数越来越多 是可以看到的 之前好像一阵子是一下子一用户 现在变成一用户啊 对 所以这个是有实际数字的 现在是连这个谷歌啊 都亮出红色警讯了嘛 他感觉都被威胁了 所以这个已经霸占20年的 这个搜索搜索引擎的龙头 谷歌都感觉到威胁了 你就知道这个人工智慧是来真的 因为你想想看啊 你像Google你要搜寻 对 你的搜寻 他只是告诉你这相关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更具有AI人工智慧的搜寻 他不一样啊 还可以跟你对话 对啊 可以跟你对话 就是说更了解你的需求 你很聪明式的搜寻 所以这个感觉真的 好是好谢谢你 看下一个来 好下一个的话是2605的新星啊 所以最近来讲散装航运 也是非常强势的 但散装来讲的话 是比货柜要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运价部分啊 在散装来讲的话 BDI指数 是慢慢往上走的哦 而且是开始狂飙了 所以BDI指数慢慢的什么啊 落底之后 你没有发现 这个波罗的海指数啊 平均来讲的话 就往上走了 所以你看到说这个 这个BDI BCI啊 还是什么BPI 都是往上走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图表啊 中国铁矿砂的期货 创了7个多月来的新高 所以铁矿砂来讲的话 对于中国是什么 解封之后一个非常复苏的 重要的讯号 所以铁矿砂起来了 过去来讲的话 散装航运这边来讲的话 就跟着受惠了 所以回头来看一下星星的股价 哇 两天连去强势涨停板 我认为下礼拜 都还有这个表现的空间 老师可是这个 我看起来知道技术性型很强啊 要不要追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比如说这个星星来讲的话 股价比如说我们看一下2606啊 反而倒没有这么强 那我认为你要找这个散装航运的话 还是以这个强的为主 所以星星就闭着眼睛追 对 有这个打开的机会就可以追了 因为他现在都是连续的什么 长天 不用等拉回十字线 差不多这价钱就差不多了 短线来讲的话 就大家注意风险 好 注意风险好不好 好 那老师来看一下下一档股票 来 金像店 跟排官店 坤老师 好那其实 刚刚这个Eason老师有提到说 在今年其实整个伺服器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的旺 那这点我非常认同 因为说 就算说没有AI的话 包含说电动车 它也需要很大量的资料库 对所以伺服器的需求一定旺 这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就挑出两档说 跟伺服器比较相关的股票 那第一档是2368的金像店 其实金像店它一直以来都是好股票 只是说它的股性真的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说 2368的金像店 它主要是在做伺服器的PCB 对那伺服器的PCB 其实趋势很明确 那今年的预估EPS 大约是10块钱以上 那10块钱以上的EPS 对比上现在的股价 其实是蛮便宜的一个价位 对所以我觉得金像店 它是蛮适合做一个比较 中波段的投资 因为譬如说股性的关系 它可能会走的比较黏一点点 对 好 中处都很关系 黏一点点 可是也是相关的伺服器的PCB 也是这种高速运上 AI的也相关的人工智慧的概念股 也算了 算吃到一些 也是吃到一些 好不好 老师跟我们讲这些独家的一些消息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好 那现在讲就是台光店 其实台光店 大家对最直觉的印象 会觉得它是在做苹果的手机 但事实上台光店 他也知道说苹果手机其实出货有开始在下滑 毛利率也有在掉 所以台光店在今年比较大的营收比重 它是把重心放在所谓的伺服器这一块 就也是刚刚提到的伺服器大趋势 那台光店它目前主要是在做伺服器里面的铜箔基板嘛 就比较偏向说PCB的上游 那台光店它也是 在今年的预估EPS 大约是15到16块左右 那15到16块钱 其实对比上不到200元的股价 本益比都是10倍出头而已 我觉得说中线来讲都有它的投资价值在 中线来讲都有它的投资价值在 好不好老师今天刚好串新高 跟他台股一样 所以这个走势还不错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老师 县陈琳老师 荣刚 跟金星科 你也没有真心啊 你有甘吗 其实我跟各位讲 男人就是要硬又要有心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可是你没有啊 有就是有 所以我才要好好地跟大家分享 有心无力啊 这位人兄怎么称呼 好像今天对我有点意见 哪有什么 你不要乱讲话 什么今天每一天啊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回想起来了 嘖嘖嘛 好 我们来讲龙钢 因为特殊钢的部分 其实的运用层面很广 比如说航钛啦 油气啦 这几个领域 尤其是 他公布了去年的获利 我看了真的吓一跳 多少 4.52 4.52 好 那你从股价来讲 如果 今年没有办法再像赚那么多 那没什么好看 好 但如果可以呢 因为去年整个爆发力起来 165% 今年更重要的主轴是什么 你刚才一开始有提到那个 那个 那个 俄乌战争 他不是说什么 这个核四报这一个 对 那我想问大家 今年军工族群 是不是还是一个焦点 对啊 雷伍也很强啊 没错 所以龙钢自己也在这个地方 今年这方面的运用会更好 而且 在国防相关的订单 因为我们现在国建国造嘛 嗯 很多相关的订单 还是会很有利 今年 加上今年毛利率比较高的产品 成长大概五成到六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可以继续留意了 这是龙钢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当然我们讲要硬 又要有新 对不对 那我也精心的 准备了这一档 精心科 好 是啊之前也有人说 这种人工 这算人工智慧概念股吗 好 啊怎么没长 好我先简单分享一个 我看昆正老师笑得很开心 等一下 昆正老师帮你解释一下 对没关系 我简单分享一个小经验就好了 因为我最近在 就是有 有心无力的小经验 有上节目 这位仁兄 请问怎么称呼 那个 关系我银杏准备给你 银杏准备好 呃 不知道记得吃啊 对 不然忘记吃也没有用啊 就忘了吃银杏 所以还是忘了 对 很快的讲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说我最近在 你刚才讲到这个Chair的GPT 他可以随着你的问题不断的推进 他可以把你想要的答案 越早越精细 对 这个是蛮重要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为什么我讲精心科 其实是Risk 5 大家知道其实 未来几年Risk 5的 这一个这个 这个平台的一个发展 这个架构 一定会越来越茁壮 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包括我们刚才在讲到的 这个Chair GPT 人工AI演算 这个部分的需求的一个攀升 但是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这一波跌成这样 对不对 好帮我切成周线好不好 帮我切成周线 然后抽线 我们再小一点点 小一点点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他其实先走了一波再一波 所以如果照正常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再帮我画一波 对 现在叫这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第四波 后面一定还有一个第五波 第五波 对 所以我认为后面其实都还有机会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我觉得在这个精心科的一个部分 昆仁老师认同吗 我认同 为什么现在这个精心科法没展 AI这一段 还是你觉得他根本就不算AI的受惠 我觉得算了 其实我觉得说精心科跟精力科 他的 应该说他的地位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有一些 对啊 中国的议题 对对中国的议题 所以会说可能说市场认同度比较低一点 但事实上就像刚刚教授有讲到 他的未来的发展性其实是非常的好 中国也需要研发这些AI嘛 对不对更需要好不好 我认为这些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好不好老师我们来看下个一段 股市甜甜圈 焦点股帮你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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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谁是理想情人 谁是理想情人 昆仁老师听说你今天有放了一张图片 一张美女跟一张我的图片 是 听说是特地帮我找的 你讲话怎么跟我一样 不是 你跟你在讲啊 这是不要理 你跟你在讲啊 不是 可是我刚刚 我们两个生日很近啊 心有离析啊 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有惹过 他是说 左边是放我的理想情人啊 右边是放哲哲的理想情人 真的真的 来来 AI无所不能定做理想情人 老师怎么样定做理想情人 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哇塞 这没错吧 右边是哲哲的理想情人 好不好 这谁啊 都想要追踪他IG了 听说的是 这是AI化出来的 这AI化出来的 我看到你吓一跳 我很难过 我以为真人耶 好不好 你看我都 都什么啊 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 不要乱碰 要小心点 这个爱心为什么支在这边呢 怕被还标 其实就是说未来的一个趋势 怕被还标啦 好不好 我们这是普通节目 看完都流鼻血了 你会流鼻血吗 對啊 太可怕 你吃那么重鹹 吃那么重鹹 老老师你说 不是我坐在这边的关系吗 不好意思跟你没有什么 我没关了 欸怎么办 欸 那个以前这么多主持人这样讲 他第一个这样讲欸 對啊 虫子以后就 蟲子以后就 蟲子没有水没流 欸你台语不错欸 其实也没关系啦 因为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交集 没听到了 没听到没听到 人家也算美女嘛 你不要这样子嘛 好不好 好 来 好那我觉得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喜欢吗 你先回答我 这不错啊 我相信蟲子的眼光 应该是跟我差不多 对 我觉得不错的主持人 他都觉得很好看 蟲子 你怎么跟我选的主持人都一样 所以我是选主持人 不是选你喜欢的 好 好就是说其实 乍看之下 我当时 因为我第一眼看了 我也觉得 这是不是哪一个明星 但是事实上 这就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嘛 那我觉得 这会是未来的一个隐忧啦 但因为说像是交友软体 可能说大家看到 这样子的图片在跟你聊天 就会觉得 好像是真人或是怎么样 但有可能说 包含他的头像 那包含他的聊天内容 全部都是虚构的 都可以这样 可以跟你聊天 我听说 ai这个缺gbti 可以跟你讲 可以跟你谈恋爱 这样子 然后配了这个图片 我跟你讲啦 就算假的 你都觉得是真的啦 真的 真的 对啊 15万粉丝 15万粉丝 看起来就这样子 而且之前流行 用假的ai 然后画的图 然后让你追踪这些ig 所以我现在最终是ig 我都不知道真的假的啦 对真的 真的 问人过啦好不好 哎呀 这怎么办呢 依实老师你有问题 你要讲 对我看过一个电影 叫云端情人 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真人 然后跟这个ai 然后那个真人 那个爱上ai 爱上ai 但是后面是一个悲剧 所以他们在空中交往 后面是个悲剧 对 好不好 来看一下 真的是 对 所以我就说其实 这个目前来看 那是还好啦 但是这绝对会是未来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隐忧 所以因为说 如果说ai 持续发展的话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怕 很可怕嘛 不想生的嘛 是不是 不是个我走歪 最近美国做调查 六成的年轻男生 不想要结婚 不想要认识女生 对 对 所以其实在未来 不论说ai的发展 程度怎么样 或是说一些 像刚刚有提到的 军工概念固 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所谓的资安 对 资讯安全这部分 会是未来的一个大重心 对啊我还没讲到 除了说到主持人 他每次我们的审美观都一样 对对 真的 所以你看我们 之前Luna嘛 Coco嘛 是不是 会很开心 因为这样我情人 不是情人啦 我的情敌好像变多了 你的情敌变多了 还有 我最近有找那个仪惠 这也是啊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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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中喔 20年前 20年前 前 因为 前面那句话就多了 后面那句话就多了 后面那句话就多了 生气了 后面那句话就多了 再丢过来 丢过来 今年通告没了 今年没通告 没有了 没有了 他丢过去 20年前 你咔摆脱 你讲10年前他可以接受 20年前他不行啦 好不好 10年前好不好 他可以接受 他气死了 画圈圈的 不画直接丢你了 是 好啦 不聊天的啦 好啦 其实说可以看一下这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其实目前每天 駭客攻击的次数 是高达100万次 那其实这个数字 算是少的 就是 如果说以 平均值来讲的话 其实 这个数字 也就是 这大概是 整体的平均值嘛 但是如果说 针对特定行业的话 其实他是会高于 这个平均值 因为说 大家在近期可能 越来越常接到什么 投资诈骗的简讯 对 那又或是说有接到一些电话 说要叫你干嘛干嘛的 那就会觉得 资讯怎么都这样被外流了 那其实 对啊今天有个新闻啊 内政部什么2300万 被中国駭客啦 对对对 整个都入侵了啦 还拿去卖了啦 对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那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其实以全球的 駭客入侵的程度来看 台湾在去年 2022年 它是高于平均值三倍 对就是可能说 我觉得台湾对资安 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够 对 第一是不够 那第二是因为说 台湾有太 因为台湾其实目前也算是说 亚洲的一个 蛮重要的金融中心 那再来就是 因为台湾有太多先进制程 相关的一些资料 所以很多的 可能说三星啦 Intel 有可能都会想要去入侵 窃取一些机密 对所以台湾的 被攻击的次数 比远比其他国家来得更高 对所以相关的一些股票 在未来 其实它的发展性是非常的好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来 那这边 那个狂成长嘛 接下来怎么样成长 可以看一下吗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就是 就是以整个趋势来讲 它的商机是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 那我觉得说 看这个曲线图 可能没什么感觉 那大家可以去想像 只要说 像是AI聊天机器人 它的市占率只要说 越来越高 发展性越来越好 那关于说 资讯安全这一块 它的重要性 也会日益的往上提升 对 这是比较偏向软体的部分 这跟这个 像是说一些军工的 又比较不一样 对 好 这军工不一样 一直在提升 我们看到 而且这个 印太地区好像成长得 比较慢那个市场 可是全球市场 是整个倍增的感觉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几乎不是说倍增 是高速成长 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师 这资讯安全很重要 Coco来 对 资讯安全很重要 对 老师欧盟那边呢 已经禁止 大家使用抖音了 那这样子 台湾的这些资产股 会不会涨 已经禁止了吗 对对对 已经禁止了 对那我就说 其实这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警讯啦 就是 因为大家会担心说 抖音里面 它是不是有被 掺杂什么东西 那会不会下载之后 那结果手机就被 害出去或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虽然说抖音我个人 偶尔也是蛮喜欢看的啦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 还是少看一点 比较好 会变笨是不是 少看一点抖音 对对对 可能会变笨 会变笨的喔 不然想 你就看得好开心的我看 对啊 对啊 好啦好啦 对这就是一个警讯嘛 反正抖音也没关系 反正像那个 那个 那个你们像看我们节目 看那个 YouTube嘛 也有Shorts嘛 还不是一样 我现在看Shorts 跟抖音没什么差别啊 我觉得说 只能可以考虑去开个抖音帐 我开抖音帐 跳个舞啊 来来来 老一辈都有讲嘛 就是 男抖穷女抖健 这不要 这不要抖了 不要抖了 我刚才 我刚才抖你刚才讲我 我刚才在旁边抖 还说老一辈 母鸡抖 抖不能抖 对最新新闻我刚才看一下最新新闻 对啊 这个这些 所以我觉得 中国 可能就像刚才Eason老师 他老师你讲的 中国跟美国 我觉得这个文化 或者这些 整个以后的晶片竞赛 其实说 这个文化 众盟都进了 你觉得美国不会进吗 而且这个文化 应该是说 台湾在这部分的 危机意识 其实没这么强 记不记得之前在高雄有一家 好像说日本料理店吧 他是禁止抖音 对 禁止说里面的 顾客下载抖音 那结果在网路上 南部 南部对不对 那结果在网路上 很多人很骂 是被骂翻 什么脸书也要进吗 结果发现没有 他是先驱 对 结果连欧盟也进了 欧盟也进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当财经组成很辛苦 露一个新闻就觉得不好意思 刚好这个进了 最新的 所以 这些很重要 所以就是资讯安全 因为他很怕那些 很怕那些资讯 全部被卖到中国去 对 资讯安全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资商概念股 是我们直接看两档股票 好不好 这都法人在买的 微软 第一档就是4953的微软 微软 这个跟陈彦老师 对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微软是还算硬 这股价还蛮硬的 好 好 那4953的微软 他算是在台湾里面最大的 资讯委外的一间厂商 他也可以算是 讲白话一点就是在台湾最大间的 资讯安全的公司 是 好那重点来了 因为说现在聊天机器人 他这个AI聊天机器人 他的一些 题材我一直扩散嘛 那最近有扩散到 包含像是一些委外的软体商 像是贝利 对像是 6 6874的贝利 可以看一下线图 对那 我先讲完贝利 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推荐微软 好 6874的贝利 他跟微软 其实算是同一个族群 那贝利他在今年的预估EPS 大概是5块钱左右 是 对那5块钱左右 然后怎样同一个族群 您说 对他目前的本益比大概是20倍嘛 对 对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是 2453的零群 对 零群也算是同一个族群 那零群在今 你可以介绍一下 怎样的同一个族群是怎样 就是他们都是在做资讯安全这一块的 对对对就是软体委外的 零群啦贝利 跟刚刚的微软都是 那大概20倍本益比 这个几倍本益比 对 这也是接近20倍 因为零群他在今年大约是赚2.5 那目前股价已经接近了50元左右 那那个微软呢 好 微软在今年至少是9块钱以上 赚9块钱以上 1.8啰 对就是他的本益比是很明显的偏低 对那这就很容易 又龙头 对对对又很容易走出所谓的比价效应 那重点是 微软他有 包含像高值利率刚刚有提到的题材 因为他的 平均的配息率都大约是7成左右 那在去年 去年大约是赚 接近8块钱 对那这样换算下来 去年 今年的股息大约是5块钱 那5块钱换算目前100出头股价 大概4.8% 对大概接近5% 对5%的值利率算是很高的值利率 对所以等于是 净可攻退可守的一档股票 好净可攻退可守 值利率接近5%的好股票 来我们来看看资讯安全 来 那再来说资讯安全里面 当然说不可忽略其中的工业电脑嘛 那因为说以台厂来讲 跟资讯安全最相关的工业电脑有两档 一档是8050的广机 那另外一档是瑞奇电通 对但是因为说瑞奇电通 瑞奇电通它的成交量太低了 每天都不到百张 所以就暂时不介绍 我们就介绍就是在整个工业电脑里面 在资安占比第二高的8050的广机 那主要还是说它有跟上这个大趋势 那最重要的是广机在今年的预估EPS 大约是可以到9到10块钱以上 那其实9到10块钱以上 那又搭上大趋势的话 本益比不到10倍 算是一个很委屈的价位 嗯对 好很委屈的价位 这值得说我们要注意观察吧 对因为不到90元 不到90元真的还不错 老师陈昀老师我还是觉得 你对微软应该有研究啦 你我们那些我们讲个专业面一点的 你怎么看法 你说还算硬这一块啊 当然我 你看我想要把你拉回 我想说我变得不好 我知道 当然我从这个再把它转回来 因为实际上大家在讲ChatGPT的时候 第一个思考的是说 台湾真的有在软体方面 能够搭上应用的公司吗 因为毕竟这一块你从 阮中带应 对海外的微软 再到 再一路走过来 你会发现 我们好像强项都只有在 晶片这个部分 所以像微软这些软体应用商 其实现在开始急起直追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要去小看台湾在软体设计方面的 相关的工程人员这一块的实力 我懂 而且刚才讲到本益比 其实是我非常认同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今天也想要讲微软 但是他们说我没有那么硬 所以 我只能讲很软 所以我就微软 我就没办法讲了 下次有很软的股票 对 如果有很软的我就可以讲 上次不是讲巨大吗 对 巨大 不是啊讲错了巨洋 对 巨大跟巨洋都不好 而且 怎么从你嘴巴讲出来怪怪的 好不好 好老师 谢谢你 好不好很专业的介绍 AI无所不能 定做理想情人 AI隐忧 你会不会怕 比如说你心仪的男生 结果居然喜欢一个AI 胜过你 完蛋了 完蛋了 把他给杀了 把你杀了 杀男生还是关机 杀女生 杀女生什么杀 把电拔掉应该就没了 你挺多一天跟他聊天 两个小时 他可以20小时跟他聊天 是不是 怎么办 所以AI概念股看起来 好像真的火热中 火热散烟中 好不好 所以如果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有精彩 也搞笑 也专业 好不好 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订阅 小铃铛 按全部喔 才可以每天接收我们的影片喔 好不好 好 好我们疯狂股市福利社 每周一周超午晚间8点上线 1350是解盘影片 24是教学影片 下礼拜一喔 227 28 227 是最搞笑的人 这一次搞笑的影片 又专业又搞笑的介绍你标股 没错 那个竞赛搞笑竞赛 绝对好笑 如果不好笑退钱啦 退钱 所以最后来的是口号 谢光玲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非非非非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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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如何財富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題他不要讓情緒錯過 怎麼大不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咧 我真的看到我好像很厲害 好扮 我還能看多看空 穿下秋冬都有人陪伴在你左右 真的有過 哇 還小心找人 穿著什麼褲子 完全版本有截住電子那個 這一點 風狂股市福利社 你財富FreeFreeFree 小鞋 最後還是我不好 謝謝觀琳 風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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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